新加坡這一年來有不少名牌酒店進駐 香港蘋果記者試駐了三間 價錢分別為低中高三個等級 看看你喜歡哪一間 J.W.Mario去年底在新加坡南岸插旗 找來英國建築大師Norman Foster的公司設計 香港機場和匯豐總行都是他的作品 酒店的玻璃牆和俐落線條非常富科技感 18樓的空中花園有酒吧和無邊際泳池 面對濱海灣藝術中心 市政廳和後方的商業區景觀預留 現在進去看房間 但是這裡用色比較好看 而且有很多鏡面 感覺就很像家 酒店樓下就是這個地鐵站 或是走七分鐘就到市政廳站 交通很方便 第二間是今年4月新開幕 新加坡第一間Six Senses 位置在唐人街 室內走貴氣的宮廷風格 屬於精品酒店 49個房間全都有不同設計 可惜沒有健身房和游泳池 但地下就有間餐廳和酒吧 這間套房以黑色為主色調 加入金色擺設襯托 給人低調奢華的感覺 這間這麼漂亮的套房 全家酒店只有三間 每晚就要3000元一晚 除開大約1500元一個人 有一個獨立睡房 外面有客廳 還有一個很大的洗手間 壓軸這間價錢清明多了 一晚不到4000元台幣 同樣是萬豪酒店旗下 不過格局比較像商務酒店 這個價錢來講 其實都挺大 還有挺是精神的 訂房時可以選擇面向濱海灣 或者能被拿去的市景 步行兩分鐘就到這個地鐵站 這區比較多餐廳可選 別以為便宜就小看它的設施 33樓的天台有泳池和健身房 就算不是廚客 都可以上來這個天台酒吧 點杯飲料 看著這個超美的Infinity Pool的感覺 因為周圍沒有高樓大廈 所以那個感覺是很開揚很漂亮的 最新鮮的Cal Eco